防腐生的政教關係大家覺得會是什麼 我們的政教關係會是什麼 我們的確對這個部分沒有很多的表態 那接下來給大家看一個秘密 這個是我們在2006年方丈上選舉的時候 師傅指示然後編定出來也通過的一個規則 就是發腐生生團防墮落防腐化的原則 我們的重要會議都一定要送 就是跟著選第一任方丈一起通過的一段章程 第二任方丈國東法師在2005開箱2006選的時候通過的 所以我們現在都會送的就是 裡面第三條就是住持及執事 可有個人政治之關心 不得表明有個人政黨之傾向 然後所以包含師傅 他從來不讓我們知道他這次選舉選誰 包含逝者都不是 他也不會絕對不會說我們這個團體 或者叫居士不只叫居士 他也不會叫出家人說你們去投票要投哪一個黨 雖然有些大團體會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們不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法師們自己也不曉得 其他師兄弟到底投票去投哪一個 然後不拒絕 但是不拒絕權貴人士的情法學法 不依賴權貴人士的權勢能力 所以法古山蓋的那麼慢 師傅也不願意去拜託很多立委 讓我們蓋快一點 或者是先把地先產平了 邊蓋邊等建築執照 我們不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除非萬不得已 才去請脫權貴人士護法 否則怎樣 常用權勢者必隨權勢而興亡 這個就是我們僧團在處理 現階段的政教關係 我那時候看師傅在訂這個 房多樂房國營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他真的是大通家 不只對佛學通 他對整個佛教在歷史中的興亡 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沒有對所謂的什麼 兩岸一定要統一啊 或者說什麼 或者政黨的這個 這是我們的態度 站在出家人的角度 人家來請法 不論他是貴賤 多有權勢 他是需要的人 我們都應該幫忙 可是出家人不應該想到 或是從對方身上謀畢 而且跟政治之間 常用權勢者必隨權勢而興亡 這是我們的原則 那我們第二個部分要來看 佛教史上的法難 這個在佛教傳進來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都 有一個法難 就是滅佛這樣子的事情 佛教到底會不會被滅亡會 在印度的佛教消失了 盛行了一千八百年之後 消失了 中亞的佛教 中國的佛教一個部分來自印度 一個部分來自中亞 包含中國羅斯達斯也是邱辭人 雖然他會犯人 可是中亞的佛教也就是新疆 跟現在的中亞的國 這一塊的佛教也消失了 所以佛教是會消 有可能會消失的 那中國佛教史上 歷史上也面臨了好幾次重大的打擊 差一點消失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 就是到底為什麼 會產生滅佛教的事件 歷史上曾經產生的法難 一般人現在都只談三五一宗 就是這大概是 因為這至少都是發生在千年以前 所以中國佛教史很講 三五一宗法難 三五一宗法難 就在這四個皇帝的時候 都曾經做過 那到了近代的時候 大家會加上太平天國 也認為是一個很大的法難 那當然文化大革命更是 只是現在比較不會有人去 把這樣子的東西拿出來討論 我們先看三五一宗的法難 其實講起來真的是蠻心痛的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是我們昨天講的 就是整個中國歷史上 相當混亂的一個年代 可在這裡發生了好幾次 佛教在快速的發展過程中 也面臨了好幾次的滅佛 第一個發生的時候是 北魏 魏武帝 為什麼叫三五一宗 魏武帝 魏武帝 周武帝 唐武宗 所以第一個 就是道教跟佛教 我們昨天有講過 因為誤會而結合 那道教跟佛教到底是朋友 還是敵人 還是 是什麼 其實道教跟佛教其實有很多互動 彼此有互相的學習吸收的 那道教跟佛教學習的包含了教義跟教團的組織方式 因為其實道教這個詞 道教真正在中國產生是比佛教還滿 在東漢的時候 大家才聽過什麼張天師等等 那時候可是他不是道教 他是五斗米教 或者說什麼天師道等等 那個時候並沒有所謂形成正式的道教 這樣子的東西 那所以佛教有本身的教團 也有教義或者三藏經 所以到宋真正的時候開始也邊道藏 其實佛教在大當中已經有 他們也開始學了 這樣子要有三藏的組成 要有教主 要有一群出家修行的道士來組成 在這之前道教是沒有的 這個部分的確是仿佛教而成立 但是佛教也跟道教的確有學習 比如說所謂的良環寶燦水入衣櫃 這也是距離北魏的寇千枝出了雲中這些科技 道教先開始提倡這樣子的唱頌法會 然後佛教才跟過去學的 包含燒什麼福祿啊 血什麼那些這樣子 所以其實也是跟過去學 彼此的確有相互學習跟吸收的部分 但是也有爭吵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常常道教拿來說 比如說佛陀只是老子西出寒冠 什麼所畫的一個人 佛陀其實是老子分成一個 這個其實是王福跟西建州柏遠佛道征服的時候 他是書的 皇帝的裁決裡面他是書的 但是他書了他就去寫了這本經 反而這本經變成流傳很多 變成道教一直在攻擊佛教書 這個佛陀只是老子的化身之音 就是他這本書寫的 那彼此的確有對抗 在魏晉到明朝的時候 都互爭到底哪一個是國教 所以也因此而產生了滅佛事件 第一個我們來看的是北魏 在北魏的時候孝文帝 就是孝文帝大家應該知道 歷史上挺像漢化的人 那個時候開始人數只有7728 可是到了北魏末年的時候 寺院達到三萬多間出家人多少 兩百餘萬 這是非常驚人喔 那個時候的人口能有多少 光是北魏地能有多少 要不清幾千萬而已 結果他的出家人竟然達到了兩百餘萬 那北齊的時候分裂成北齊北州嘛 北齊的時候也有四萬多人 然後出家生人也是兩百多萬 現在的內地的出家人大概是四十幾萬 十萬多是漢傳佛教出家人 三十幾萬是喇嘛 現在那麼大的人口 所以那個時候 就的確歷史上有留下來說 所以那時候為什麼會那麼多出家人喔 因為天下多餘 天下那麼多的戰亂 所以很多人就是趕快去躲去出家 能夠怎麼樣 要避免被調去當兵或者付稅 所以北魏太魯帝為什麼要滅佛 北魏其實是蠻崇尚佛教什麼要滅 因為受到那時候叩千支的影響 他是很有名的一個道士 所以北魏太魯帝由佛教轉入了道教 那個時候崔浩算是很重要的一個大官 他本同基督律宰相 那他是叩千支的弟子 所以他那時候就寫了東西說 要殺天下的出家人 要毀掉佛教的景象 因為他那時候引導皇帝改奉道教 然後也受叩千支 所以他就崔浩就請皇上那個 那所以再加上太魯帝自己本身 西征到達長安的時候 發現佛教寺院裡面竟然有兵器 而且查出寺院裡面有釀酒 而且很多的財寶 還發現出家人跟女眾私通 所以因為這樣子北魏太魯帝 決定滅佛 所以他下達了什麼樣的滅 他首先是開始先禁止皇城公民 供養僧人 一開始是下令50歲以下的出家人 全部還屬 你老了給你保留著50歲 到後來他發現這樣子的東西之後 他就搬了滅佛法招 就是你只要有佛像的地方 還有經典的地方 都要急破焚燒 出家人不論少老 不論年紀小跟大 要怎麼樣 西坑之 所以在那個時候就 他搬念這樣的滅佛法招之後 所以在梁傳裡面也記載 那個時候 就他開始派遣軍人跟 就是去燒獵寺院 逮捕僧人 然後如果有竄逃的人 還派人去追捕 抓到的話 必定會消斬 所以一禁之內五父殺們 在北魏找不到出家人 消斬是 直接刀砍頭的方式 消斬 那北周五弟到了北齊跟北周的時候 為什麼北周五弟又要再度滅佛 雖然後來佛教復興 因為他覺得 那時候出家人還是很多 所以會 然後國庫的收入變少 大家都去出家 要當兵找不到人 要收錢找不到人 那 而且他重視儒家 想要用儒家來治天下 所以 而且有一個出家人 他本身因為被僧團驅逐 他也懷恨 所以他後來他也上書 認為要三次減僧 我們看一下北齊 北周那個時候其實原本 北齊的寺院有大概三萬鎖 那北周的佛寺也有大概是一萬鎖 那你看 從北魏的三萬 到了北齊北周之後 加起來都一定有四萬鎖 所以北周五弟怎麼滅佛 他 因為他要重上儒家 所以這就是佛道兩家一起倒楣 就是 都被毀 因為重上儒家 金像被毀 然後 所有的沙門道士還俗 所以那個時候光是在北周一地 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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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含北齊 就總共有三百萬的出家人跟道士還俗 三百萬 被迫還俗三百萬 那寺院的財產都發給臣下 然後 寺院就撥給王公塔廟 然後 所以 那個時候大概就是記載 就是這樣子 他就是主要是還俗 然後燒毀寺院 對於 想要躲避兵役或不想繳稅的 而來逃避的出家人 雖然他穿出家的衣服 當然這樣子 不是很好 所以他們還俗 可是對於 一個真心想出家的人 或者像我們 對於一個真心想出家的人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就是 我不能夠去堅持我的出家身分 而必須被迫還俗 像是你在文化大革命等等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產生的 那所以 再來一個是唐武宗的時候 也曾經再一度滅佛 那原因也是因為 一開始的時候就是佛道對抗 那個時候 從唐朝唐 他們就一直是希望說 是以道教為國教 因為他們是信禮 那再加上他們自己的 大概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我不是很確定 他們的血統是顯卑或其他 不是純粹的古漢族血統 所以他們希望找到一個認同點 因為他們信禮 所以他們就因為這樣到老子信禮 所以他們就要因為這樣子來認同 就把道教擺在前面 但實際上在唐朝的時候 影響力最大的是什麼 是佛教 包含胡適在邊中國哲學史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儒家真正佔主導地位的時候 漢朝的時候其實沒有 他只是考試而已 漢朝的時候不是 到了魏晉的時候 玄學是道家的天下 南北朝到唐朝的時候 是佛教為主的哲學天下 儒家不是 宋朝的時候儒家復興到了明清的時候 這才是儒家真正佔上高峰的時候 其他之前是拿來考試的 那唐朝的時候很多人 因為這樣出家為生 武裝本身是虔誠的道教徒 所以也在道士趙貴珍的勸說下滅佛 所以他也頒定了就是說 一開始是說犯罪 或不能持戒的人要還俗 到了會昌四年的時候 就是下令拆天下的小寺院 就是房屋不滿兩百間的 還有沒有國家給你的那個匾額說 寺院的這些地方都要還俗 這裡的人要還俗 全部要改 包含皇宮內的長生殿內的 原本的佛教金像 全部改成老君 天尊老君 那不滿房屋兩百間的小寺院 大家知道那個房屋兩百間是怎麼算嗎 不是說你有兩百棟建築 中國在算那個間的時候 紫禁城是幾間 他算那個九千九百九九 那是怎麼算的 一根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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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根柱子 長 成 十根柱子 成起來這樣叫做一百間 所以他是這樣子去算 所以他是算你的柱子相乘 不超過兩百的 所以這是小寺院 所以這樣子的寺院不能夠保留的 那到了會昌五年的時候 就下令滅佛 規定長安只能留四座寺院 然後每個寺院只能留十個出家人 東京洛陽只能留兩個寺院 那其他三十四個州都只能留一個寺院而已 其他的佛像全部要變成錢 燒成那個 然後出家人都要換屬 所以那個時候 剩沒多少的出家人 那 所以那個時候總共拆了四千六百所的寺院 所以還屬生女二十六萬 充作兩歲 然後這樣子 可是大家都知道 雖然這裡只有二十六萬 可是這個時候的打擊 是比前面三百萬人還屬還來得強的 為什麼 之前有沒有講到 唐朝的僧人其實素質是很高的 所以為什麼說 唐朝的八大宗 經過會昌法難之後 很多經典都找不到了 甚至其他七宗都衰弱了 只剩下殘宗 看起來 寺院沒有毀掉那麼多 出家人沒有毀掉那麼多 可是他實質上產生的影響 是對整個佛教的精英 產生相應大的打擊的 遠超過於前面的幾 前面的兩個 那厚州市中為什麼要滅佛 他就比較是從國家的管理來看 他認為生命的管理越來越不好 要出家人越來越多 影響了國家的沒錢 也沒有人來打仗 這個厚州市中是五代十國的 梁唐進漢州 接下來是 再過去就是宋 所以他那個時候 他其實是厚州市中 所以他那時候是 也是說沒有班兵赤兒的寺院 就不能夠有 然後佛像很多都要上 找回註前 那對於身為出家眾 或對於身為虔誠的佛教徒來講 這個東西好像我們只是簡單的講過去 可是 對很多人來講 這其實是一個 生命中非常大的一個trauma 是一個非常 因為對他而言 他這一生很多人 尤其像唐朝人都出現 他其實是真的是想要 弘揚佛法 藉由佛法來幫助 這個世間的人離開困難 這是他一生要去努力去走 就像我們昨天有看到說 像發現大事等等 他用一輩子 用十幾年去做一件事情 所以對可能很多人看過去 這只是一個滅佛然後還俗 可是對很多人來講 這是他失去一生 就像沒有出家的人 很多爸爸媽媽 失去小孩子一樣 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這樣子 活生生的就被剝奪了 他沒有出家的權利 他沒有辦法 有私願可以讓他們 所以在這個時候 開始因為這樣子的滅佛 產生了幾個很重要的影響 其中最重要的影響 就是中國開始在談 所謂的末法思想 我們常說這個時代 是末法的時代或等等 佛經裡面有記載 但不是大部分的佛經有 所以他一直不是佛教的 一個主流思想 可是因為在這幾次的滅佛底下 開始大家開始去談 所謂的末法時代來了 末法時代來了 進入最後的一萬年佛法要滅了 因為等等等等 這樣子的關係 那另外一個是產生的 防山時刻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到底是誰最先談末法思想 談的人其實是惠斯大師 那惠斯大師 對不起 我先講史經 史經這個比較 包含史經的雕刻 也是來自於末法思想 這樣子的觀念 因為覺得佛法會滅 然後佛法會進去正法相法 末法三情 最後法滅 那南岳的惠斯 惠斯禪師是誰的師父 大家知道嗎 天台智乙大師 智者大師的師父 惠斯傳師 所以他相信 現在正好在末法 因為他剛經過了北魏 跟北周五帝的末法 所以他覺得末法時代來了 所以他自己的 他的弟子晉晚 大師也發雕 也發動雕刻石經 希望他保存經典 因為佛教經典 原來是會被燒毀的 佛像會被燒毀的 四月也是不存在的 那惠斯大師 他自己本身是十五歲的時候出家 他二十歲的時候 就正法華三妹 他二十歲的時候 就正了法華三妹 那也因為他教導的禪法 你可以看那個 原本在那個時代 比較流行的是 所謂的南傳的禪法 就是修比巴喬納 或者修比較傳統的 直觀的禪法 可是他那個時候 其實已經提出了 大聖禪觀的方法 的雛形 所以因為這樣子 或者他一直要宣揚 般若的經典 所以他其實 遇到了好幾次的毒害 在他一生之中 遇到了好幾次的毒害 甚至被封鎖在寺院裡面 不讓信眾去供養 就像被關在寺院裡面 就被人家包圍 因為他不斷地要弘揚大聖禪 所以在那個時代 其實弘法沒有那麼那麼的簡單 那他在四十二歲的時候 收了智者大師 那在獎金的時候 也在關益寺 這個就是說他被圍在那邊 無法出來 關了好幾十天 那也曾經被道士想辦法 就是不去送食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在看到那麼多的滅佛 所以他決定要去造 金字的波爾金跟法華金 因為他覺得末法時代已經到了 他要去保留這樣的經典 用金粉去寫這樣的東西 大家才會不捨得去毀壞經典 那他也曾經被道士誤告謀反等等 所以他六十三歲寫的大聖旨觀法門 師父曾經去用他 所以他也寫了歷事願文等等 就是說他要發願怎麼樣 在未來在末法時代裡面 要去護持佛教希望佛教 可以去看喔 很多人看了會覺得蠻感動的 會流眼淚 甚至是很佩服一個大師這樣子的發願 在那個時候被毒害被圍困 沒有辦法去說法 可是他還是堅定的去 那他自己成 他自己的禪修功力其實是很好的 他自己有去描述 他的禪修狀況 正到了什麼樣的狀況 那他的弟子智者大師也問他說 你現在正到了什麼地位 所以他回答說他只有正到十姓位而已 他又回答說因為他收徒太早 就是因為他為了要帶領這樣的弘法師傅 所以沒有辦法專心在自己這樣子的修行 那師傅怎麼去看繪師大師呢 師傅說把這種末法思想這樣的警覺 為之宣揚在中國南北朝時代 在繪師大師之前是沒有的 所以繪師大師可以說是末法思想的前驅 現在末法思想最常講的是哪一些 修淨土的 末法時代了所以大家趕快念佛 但是其實一開始講末法的 不是講不是淨土的 是天台中的智者大師的創辦人的 而且也不是因為說 這個時候是末法所以大家來念佛 是因為他遇到了好幾次的滅佛 而且他自己本身要弘揚大盛的法義 卻遭受毒害 有些還是一些比較素質差的僧人去安排 所以他才感覺到 原來要弘揚正法是那麼的困難 所以他才覺得末法時代來了 那他的弟子靖晚大師 他有好幾個弟子 非常有名的除了智者大師之外 靖晚大師也去雕了史經 他就覺得這樣紙本的經典那麼容易被燒毀 他希望把經典雕成在石坡裡面 所以就是很有名的晚宮七窟 雕在北京 就在這些山洞裡面 他是去封存 是這樣一片一片的石經封存在裡面 去把他雕刻起 那是總共分成上下九層洞 所以收了前後從他在的時候 他開了七個窟 那前後後面有人繼續經營 總共雕到水草的 雕到明朝的一千多年 歷居有一樣 所以他自己在監觀八年的時候 他寫下這樣的幾個 他為什麼要去雕這個石經 他希望在未來否法難的時候 未來法難的時候 能夠當作經本 事若有經 願物則開 就是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法難 大家還看到紙本的經典 請大家不要打開 可是有一天如果大家看不到紙本的經典的時候 打開它 所以他那個 他那時候就是這樣子的方式 很擔心未來的佛教徒看不到經典 所以師父有去到這地方 而且他有描寫 他就說這個石板是從世紀外的公里外去開採 然後刁板水草之後再從人力運上山 再逐字雕刻成文 字字工整 所以花的心力 體力 財力是無法顧忌 所以師父感覺到 真的是一個虔誠的修行人的佛教的感化力 是如此的偉大 而且師父更感覺到如果沒有歷代先賢 這樣子去從事護法的運動 佛教真的有可能會滅亡 步上了印度 步上了中亞佛教的後塵 所以那個時候師父到了那邊去的時候 是非常感動 他是仆仆在地甚至是痛哭起來 在見到那樣子的石子 他感覺到高僧們用他幾十年的生命 去為了護法系去這樣 他不是為了那個佛教 他是希望這樣子的東西存留 能夠在未來的人 遇到生命的苦難的時候 還能夠找得到解決生命苦難的方法 所以他們用他們的一生去走 去求經或者去留下這樣子的科實經 這樣子的經典下 那接下來就是太平天國之亂 對於洪秀全來講 只要不是拜上帝的就是所謂的偶像寫神 所以到最後推論廣義再往下推 就是只要不跟太平軍合作的人 都是變成妖 所以太平軍 主要佔領了清朝那時候的三分之人 然後遍及十八省 國土 然後破壞最大的是佛教 因為他們殺了佛教的出家人 可是在東南那些人還譬如說 他們又把那些 又讓軍人替光頭 偽裝成出家人 先混進城裡面去理應外合 在那個時候用了很多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真正對佛教破壞太平軍所過的地方 幾乎都被毀壞 所以師父有描寫說 太平年國之亂以後 原本還中國還留下來 然後一支獨秀的靈跡中 一蹶不振了 整個中國佛教就更加衰微了 本來至少在那之前 還有一個靈跡中在撐著 大家靠著化佛的修行方法 或者禪圈上去 但從南宋之後走下坡的佛教 到了這個時候 就幾乎更是奄奄一息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師父說 在北魏太偉帝的時候的法案 也只是北方 維持不過六年 北周五帝的法案 也只是在那時候的陝西甘肅一帶 也只是三年 唐武宗至少在一些大的州 或者長安洛陽 還是留一些寺院 而且只維持一年 後周世中雖然 要滅佛道 但是在南方的吳越王 還是盡力保護佛教 而且那時候也只有五年 而且後周世中也只是 他只是禁止 四度生理去廢掉一些 沒有國家點額的一些寺院 不是全部的毀滅 但是太平天國的法難是更久的 他的比時間 是時間還有所造成的破壞 其實是比三五一中更大 所以三五一中是道教 加給佛教的法難 而太平天國 這是基督教 加給佛教的法難 所以經過太平天國的法難之後 我們連明朝子國大師 所刻出來的藏清的一些版本 都已經找不到 後來都還是要從日本跟韓國去找回來 我們文化大革命的部分 我們還是挑這邊好了 時間有限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到1976年的運動 那這個部分有讀近代史的人 大概都會知道裡面的一個部分 那的確對整個中國來講 到現在影響還是蠻大的 那這個部分的探討一直不是很多 就是網路上它只可以找到一些 我大概也只讀到一些 譬如說對哪些點的一些破壞 哪些事情 真正所造成的這樣子的估計跟傷害 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很透明化的呈現 所以這個部分我也沒有辦法 依據數據去多說 那我想在結束前帶大家來看這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大家有 那我們不全看喔 我們這篇希望大家看 因為我覺得 我也是在師父往生之後 我才去很仔細去看師父在描繪佛教的原因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師父有說 他說他自己想去思考 200年之後的佛教是什麼樣子 然後這個世界的佛教會變成什麼樣子 然後最重要的是思考完地理上的空間跟時間 兩個要素之後 他會說第三個要去思考 那現在自己要做什麼 為200年之後的佛教做什麼 從現在往未來去想 那他勉勵我們弟子們 雖然不能夠這樣子看200年 可是要去思考50年之後這個世界各地的佛教 各個障礙的傳承的佛教會走成什麼樣子 然後去思考我們要為未來做什麼 所以我們不會去跟隨著現在的潮流走私 師父一直講要走在時代的前面 不是現在流行NGO的管理 我們就做NGO的管理 現在流行什麼樣的電子弘法就去做電子弘法 我們去的時候 他就提出了 他寫了再次在五百菩薩走江湖裡面 他寫裡面一段 他就提出了他對未來佛教的看法 他認為他去到百丈山的百丈禪師的時候 認為只有百丈淮海禪師 雖然那個時候他的師父馬祖道一大師非常有名 那他不是禪法那麼有名 可是他是最能夠體會 中國的社會環境跟漢文化的特色 他知道如果沒有把佛教變成本土化 實用化 制度化還有自給自足 自食其利的農場化 佛教在中國的大環境中 立於永久不敗之地是相當困難的 所以在這個之前 佛教是靠朝廷保護的 也是靠信眾去供養的 所以有點像阿含經大聖經裡面 鼓勵王臣來護法 還有鼓勵信眾來布施供養 但是這對處在中國的社會的佛教而言來講 是不夠穩定也不夠安全 所以那個時候他就立了所謂的擺帳清規 擺帳清規有很多規定 譬如說出家人 修禪的人 從所謂的律中寺院搬出來 成立禪中自己的寺院 那不設佛殿只設法堂 法堂裡面是沒有侯像的 大家在這裡面共同參禪 所以原本最早的法普山的禪堂也是要設佛像的 也是傳統的這個是不設 那設立普勤法的出破制度 一日不做一日不實 而且禪教不二 重視人格的教育 所以唐武中滅佛之後 大聖八宗其他七宗都摔下去了 包含淨土華岩天台都摔尾了 可是只有禪中到了古代師國之後 一支獨聖甚至開成五家企業 也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原因是 關於寺院的經濟方式禪中走出了不一樣的路 就是不靠信眾的供養 也不靠國家王城的布施 所以為什麼這五家 當然一個部分還有禪中不那麼的依靠文字 所以經典被燒毀的時候 對禪中的打擊沒有那麼的大 可是這樣子的經濟方式 卻使得禪中在滅佛之後反而變成大聖 其他其中卻衰微 所以所有的現在漢傳佛教寺院 都幾乎依照這樣子來建立的寺院的制度 所以今天雖然南傳佛教跟藏傳佛教 還有一些人不願意承認 漢傳佛教比丘比丘你的身分 因為規定說出家人不可以去啃土絕地 不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不可以去蓋房子 可是師父卻認為說 如果我們都像他們這樣子的話 等著人家來供養 包含漢傳佛教之前的漢傳佛教 或者南傳佛教你去脫佛教 漢傳佛教早就滅亡了 因為中國的文化便不允許出家人 只坐在那邊或者出門脫佛 他會覺得這樣像乞丐 所以師父也相信說 像這樣開創性還有適應性的 就是勇於去改變 而且要去適應當地文化的這樣子的生活 是未來佛教的一種基本條件 如果還是堅持釋迦牟尼佛的時候的戒律條文一成不變 所以是自走陌路 所以從百丈大師的遺風之中 還可以看到漢傳佛教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著重於平常的勞動生活 白天除了去文化禪禪之外 你還要去出國 包含百丈禪禪本身都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修行 只是躲在山裡面 或者你認為只有念佛 我持送禮拜才是修行的話 這個是不被禪禪所認同 或者你強調神秘經驗神通加持等等 或這種像信眾來炫耀 站在中國禪禪 就是百丈加工來講 是不被鼓勵的 甚至會被罵為鬼家火金 耍這些東西 所以佛教在農業的中國 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早晚課頌自誦其禮 才不會被人家看成是寄生蟲 所以歷史上的幾次滅佛運動 包含師父也說有宗教跟政治因素 有儒家有道教因素還有政治的原因 但是生禮的人數過多 影響國家的生產力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三百萬的生禮 在幾千萬的人民之中那麼多人 所以在農業社會裡面 師父認為出家人應該過著農產生活 一日不做一日不死 但是到了今天 出家人還是應該去種田來自食其力嗎 還是去做蠟燭去賣什麼粉 你這樣子來認可嗎 師父是不贊同的 師父認為今天的生活應該要走向共產制了 就是說應該以各種方式去提供社會服務 師父有說過今天出家人還種田 是沒錯啦 在那個時代裡面必須種田 在下來種田看起來是自食其力 可是這樣子能夠弘揚佛法嗎 幾百個幾千個出家人在那邊種田 你只是自己養自己 這樣能夠弘揚佛法嗎 你只是讓自己得到溫飽而已 不能夠去弘揚佛法 所以要怎麼樣不去等待國家給你錢 就是不是因為我穿了這些衣服 人家就應該來供養早期的 也不是中期的 好吧我去種田自己養活自己 靠別人供養 認為未來的出家人或者寺院或者佛教的服務團體 應該是以各種方式去從事社會的服務事業 所以今天大陸的寺院主要是靠門票 跟門票的收入還有香客的燈優錢 因為若干寺院是靠做很多的佛事來維持門庭 這些都不是長久之計 師父認為最好的辦法應該是用佛法 來幫助社會大眾改善生活品質 就譬如說像我們在推的三大教育一樣 你推動這樣的教育工作 你只要讓社會跟人心有所幫助的時候 不只被我們自己是自利利他成就活到的菩薩心 讓社會裡面也會感覺到他需要你 你協助社會的穩定 還有得到人心得到進化品格 你會因為佛法在我生命中產生改變 這個東西我受益 就像我去看一個psychologist 我願意去付出這樣子的錢 因為我受益這個社會受益 所以會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去想 如果佛教還是這樣子在那邊自己耕田的話 譬如說像師父的往生 他會得到社會那麼多人的認同嗎 不會 可是要相反的角度是代表說 佛法已經走出了佛教寺院的範圍 真正去影響社會 所以社會就會覺得你是被學的 所以這也是釋迦牟利佛所說的 對農夫說過的 農夫耕田所以有飯吃 那佛在耕眾生的心田 處處於佛法利益眾生 所以應該有飯吃 他提供的是一種無形的福 不再是像古代這樣子 體力的火 所以如果長期只接受信眾們的供養 來維持出家人的修道生活 不要說在未來的社會中有困難 就算今天在歐美的社會裡面 要像南傳上座部這樣子的方式出去託拨 或者在寺院裡面就人家來供養 已經是不可能了 所以很多的西方人士 在東方的寺院裡面出了家 回到寺院裡面 回到西方社會就必須還處找工作 要不然就沒有辦法 那最糟糕的是 在現在還有很多東方的修行人 還在留戀著懷念著過去的城市佛教 在城市裡面等著人家來供養 或者國王的布施 或者山林佛教的方式 大家來種田吧 自食其利 自己養和自己 在目前的東方社會中 你勉強還可以找到信眾來做這樣的供養 因為你是出家人 因為你是等個寺院 大家要種福田 然後要功德 所以要來做 而有其身之所 但是來到西方的公社會 就變成要依靠僑民來生存 所以這樣子的生活型態是很辛苦的 所以各種的東方宗教 到了西方社會 都必須要採用community的方式來經營 也就是跟社會群眾互動在一起 所以他到擺帳上兩個小時 卻對整個中國佛教思考很多 他去思考未來的佛教就是一樣這樣的福星 當你提供社會的服務的時候 社會就會因為你的服務而認同而來護持 那一個對社會沒有幫助的宗教 自然他就不會有被存在的需要 也得不到別人的認同 所以師父認為出家人做什麼最好的服務呢 就是教育服務的工作 改變人心幫助人的品質提升 真正得到受益 當一個人面臨到失業 生死離別愛情 broke up各方面的苦難的時候 這個東西能夠幫助你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要去護持 所以師父希望今後的漢傳佛教 真的能夠走出一條千秋萬次 長處不明的道路來 所以我常常很感恩師父是說 他常常不是在想 我們這個法古山要有多大 他常常老人家在思考的是 漢傳佛教整體的未來 所以他們一直沒有要發願說 法古山變成幾百個出家道人 也不會去發 師父說他也不會去發那個蠢院 要渡幾萬個出家種 或者要蓋成為最大的道場 幾百間的分源 很多人要來出家師父不收 很多人的私養給 法古山在台灣也不收 師父覺得沒有人才沒有用 你有了那麼多人 這些人卻拿來開素食餐廳 拿來收門票 拿來要做什麼 對社會沒有幫助 所以整體的漢傳佛教 看起來在台灣很新鮮 可是未來到了歐美社會 到了非洲 到底怎麼樣才是長久之道 這事不得晚年不斷的去回答 還有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整體的佛教要怎麼樣走出一條 前求問世常駐不明的道路 所以我常常對師父很感人 就是他沒有一直去想法古山要什麼 他想的是五十年兩百年之後的 漢傳佛教應該怎麼走 歷史上已經給了很多的教訓 一開始不注意都會覺得這些東西是好的 很多人的供養 然後寺院開始集聚越來越多的金錢 可是沒有提供相對應的服務的時候 這樣子的幸福反而是招來危機 也會讓僧眾不會想要去好好的休息 不會想要對社會提供幫助 那在這裡面師父給了一些答案 那我們也今天用這樣的東西 供養給諸位揭華獻佛當作一個結尾 所以我覺得這篇位是反覆看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為止